大家好,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城市女孩安娜的变形之旅。 安娜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,母亲则是她的得力助手,两人携手打拼事业。 安娜今年15岁,过着优渥的生活,拥有一切,最新的电子产品,名牌衣服,还有一群因她富裕而仰慕她的朋友。 她自私,叛逆,经常乔客,飙车,花钱如流水。 她总觉得父母不了解她,无法与她们沟通,只有需要钱时才会开口。 平日里,安娜的一切都有保姆或司机照顾,生活几乎不须自理,俨然是个活脱脱的巨婴。 由于事业忙碌,父母很少有时间关心安娜。 他们既不担心她是否成才,也不在乎她是否能独立成长。 在这样一个冷漠的家庭里,安娜不懂得什么是爱,更不懂得如何分享和关心他人。 某个晚上,突如其来的远景打破了家庭的宁静。 安娜的父亲被指控参与财务诈骗,当场被捕。 安娜的世界瞬间崩塌,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自己家里。 母亲焦急地试图解释,然而远景不畏所动。 安娜无助地看着父亲被带走,感到深深的恐惧和不安。 母亲告诉她,父亲的财产已经被冻结,从此她不再是依赖身手犯来张口的千金小姐。 母亲为了专心处理父亲的事务,决定把安娜送到乡下农村,暂时和外公外婆住一段时间。 安娜带着忐忑和不满,登上了火车,对即将到来的农村生活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 安娜望着窗外迅速变换的景色,心中充满了困惑和失落。 她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那种简陋古朴的乡下生活。 她也担心家中的经济会从此一蹶不振,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面临什么。 她不自觉地摇头叹息,对未来毫无头绪,不知道迎接她的会是什么。 安娜下了火车,看到外公和比她小五岁的表弟阿宝已经在站台上等她。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阿宝,她有些不知所措。 阿宝是姨妈的儿子,这些年姨妈和姨父在外地打工,请外公外婆照顾阿宝。 阿宝聪明,活泼,大方,丝毫不认生。 她热情地介绍自己后,提起安娜的行李,招呼她往车站外走。 外公开着一辆拖拉机来接她,这让安娜感到很新奇。 坐上拖拉机,她望着四周绿油油的稻田,漫山遍野的花草和果树,远处山风云雾缭绕,青山绿水,蓝天白云。 远处的山坡上还可以看到在吃草的牛羊。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四周的一切都让安娜感到好奇。 此刻,她暂时忘记了离家的痛苦,沉醉在乡下美丽的风景中。 似乎才一会儿功夫,他们就已经到了外公的家。 这里没有城市里的高楼大厦,只有土坯矮房和积压牛羊的房设。 外公的家与城市的家大相径庭,没有豪华的设备,只有简单的家具。 现实的情况让安娜惊呆了,没有自来水,没有冰箱,电视,现代化卫浴和厕所,更不用说电话和轿车。 安娜仔细地看着眼前这座虽然整齐,但非常简陋破旧的房子,有些窗户还是用纸壶上的。 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种环境下生存,也不知道她要在这里待多久。 安娜只能默默祈祷,希望父亲的事情能早点解决,父母能早日把她从农村解救出来。 想到这里,安娜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 晚餐时,外公、外婆、小宝和安娜一家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,一边吃一边聊,气氛非常和谐。 安娜第一次感受到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温馨画面。 她意识到,上一次和父母一起吃饭彷彿是很久以前的事。 此刻,她非常想念爸爸妈妈,不知道一家三人何时才能团聚。 在外公外婆的耐心指导下,安娜学会了用简单的方式生活。 她帮着外公干农活,与邻里互相帮助,渐渐融入了这个朴实的世界。 安娜开始接受眼前的现实,逐渐体会到生活的艰辛。 没有了家人和保姆,一切都必须自己打理。 安娜第一次感受到独立自主的快乐。 原来,从巨婴走向巨人并不是那么难的事。 安娜彷彿刚从酣睡中惊醒,开始尝试从未有过的淳朴和真诚的体验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安娜慢慢适应了乡下的生活。 每天规律的作息让她发现自己身心灵都有了一些变化。 困扰她多年的失眠和偏头痛,不知不觉地消失了,劳动过后食欲增强,她不再挑食。 除了小表弟阿宝,安娜还结交了几位知心的玩伴,比如童年级的秀华和燕子。 她和村里的小朋友打成一片,他们教她在水塘里捞鱼,抓泥丘,在地瓜田旁挖土块烤地瓜,用树叶编织篮子和草帽。 安娜还学会了喂养鸡鸭,带领牛羊到山坡上放牧,这一切都那么新鲜有趣。 收割时节,安娜和阿宝一起帮外公外婆干农活,学会了许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事情。 她开始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满足感以及为人付出的快乐。 从外公外婆身上,她体会到了未曾从忙碌的父母身上感受到的温暖和幸福。 乡下半年的经历让安娜体验到了农村生活的乐趣,也感受到了村里人的善良、淳朴、责任和担当。 回想到在家时与父母的争吵和叛逆,安娜内心激起了一股深深的内疚和罪恶感。 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生活,理解并尊重劳动的价值,也懂得了什么是责任和担当。 安娜发现农村里有许多留守儿童,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,把小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。 爷爷奶奶白天要去田里干活,稍大一些的孩子就得照顾年幼的弟妹。 她班上的一位同学每天背着三岁的弟弟一起上学。 为了不影响班上同学,她一边上课,一边轻声哄着弟弟。 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亲眼见到的场景。 她明白了,在艰苦的环境下,人的能力会被激发出来,难怪人们常说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 她内心的良知被深深触动了,对自己在城里拥有的一切而不知感恩感到羞愧。 安娜回想起以前花钱如流水的日子,毫无感觉。 秀华走几十公里去卖菜还赚不到全家一天的开销,燕子采一上午的茶叶也才获得五块钱,而她随手一挥,就是几千甚至几万元。 她感到心酸,感叹农村的贫困和赚钱的艰难。 她终于体会到父母的辛苦,开始思索,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? 她活着的意义何在? 安娜重新审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,明白了父母是爱她的。 她决心好好孝顺父母,做一个好孩子,不再让父母操心。 想到以前对待父母冷酷和叛逆的态度,她感到非常惭愧,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。 她好想对着父母说,爸妈,我爱你们。 在农村的这段时间,安娜每天都盼望父母能尽早来接她回家。 外公告诉她,如果母亲能来,一定早就来了,现在没来一定是因为父亲的事情还没有解决, 要她安心等待。 半年后,父亲的冤屈得以洗清,母亲来乡下接安娜回家。 这几个月里,安娜和邻居、同学、鸡鸭牛羊、古朴的农舍、新鲜的空气以及青山绿水都建立了深厚的情感, 她非常舍不得离开,但还是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 在火车上,母亲发现安娜晒黑了,变得成熟懂事。 安娜回想起在乡下的点点滴滴,她不再是那个骄纵暴力的叛逆少女,心中对未来充满了坚定和明确的信念。 回到家后的安娜变得乖巧懂事,开始认真学习。 她知道要珍惜眼前的一切,孝顺父母,努力学习。 她理解了父母的辛苦,也开始用心去关心家人和朋友。 安娜不再追求奢华的物品,而是更加注重学习和自身的成长。 她与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和谐。 在安娜不在的这段时间,母亲除了帮父亲平凡,也开始思考什么是幸福,家庭的意义何在。 父母看到安娜明显的变化,感到非常欣慰,他们也反思到以前对安娜缺乏关心,陪伴和教导。 今后,他们决定多花时间陪伴安娜的成长,打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园。 两人深刻检讨后,商量请母亲暂停工作,专心照顾安娜。 事业再成功,都不如培养出一个成才的子女。 安娜很高兴,父母开始对她关心,一家三口更加和谐融洽,她越来越爱她们了。 经历了一段意义深远的乡村生活后,安娜回到了城市,重新适应了学校生活。 高中时期的安娜不再是那个放纵自我的少年。 她开始珍惜学习机会,努力提高学业成绩。 她加入了学校的志愿者团队,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,并成为班上的风计鼓掌,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。 安娜的努力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,她成为了学校的模范生。 在辩论赛和科学竞赛中,她多次获奖,并成功考入了一所知名大学。 进入大学后,安娜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设计专业,继续保持勤奋和努力。 大学期间,安娜不仅专注于学业,还积极参与各种校园活动和实习机会。 她担任学生会副主席,组织策划了多场大型活动,并在实习中表现出色,获得了多家知名企业的青睐。 学生会主席是与她同届的建筑系男生周俊,她来自农村,这让安娜对她产生了好感。 因为她知道农村孩子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。 由于这份好感,渐渐地两人开始交往,这份情感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。 大学四年间,安娜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,更重要的是,她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,如何在困难中坚持自己的信念。 她从一个叛逆的少年,蜕变成了一个成熟,有责任感的青年。 大学毕业后,安娜创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。 她努力工作,用心经营,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。 周俊在创业初期给予了她很多支持和帮助,渐渐地,他们决定共同经营公司。 周俊的建筑专业背景和安娜的设计专业相辅相成,使他们的公司更加稳固。 两人在事业上互相支持,也在生活中相伴相守。 三年后,他们决定结婚,举办了一场温馨而盛大的婚礼。 婚礼上,亲朋好友见证了他们的幸福,也感受到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 安娜没有忘记曾经在乡下的半年生活。 她资助表弟上大学,并为外公外婆家盖了新房子,她还计划为村里铺摆油路。 她与周俊共同决定,在乡下开办民宿和旅游事业,利用这里的自然美景吸引游客,为村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,减少村里的留守儿童。 安娜回到乡下,看着村里的孩子们,感到无比欣慰。 她知道,这段经历是她人生中最宝贵的,让她学会了分享,感恩和回报。 安娜的故事告诉我们,无论生活多么艰难,只要我们勇敢面对,努力改变, 就一定能迎来光明的未来。 她的经历展现了爱与责任的力量,使我们体会到成长与转变的美好。 秘境中的经历让人不断成长,她从一个骄纵暴力的青少年, 蜕变为一位成熟、懂事且成功的企业家。 安娜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还回报了曾经培育过她的乡村。 这不仅是她成长与成功的真谛,更是她蜕变之旅的见证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,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。